周王爷,这种事老夫可不敢给你任何保证,你是皇室纵卿,具体要如何处罚只能是陛下决断,老夫能说的就是,如果你努力配合,肯定比不配合甚至捣乱要来的好,保住命应该问题不大。 奔望指导了,不管陛下摇杆是么,奔望绝对丁礼直势,欠款赫天瞻奔望会即可上调,至于能否多过一介就看甜意了,相爱陛下也不会讲窝灯笔入私路。 周王爷,你回去后要速速通知南边的所有王爷们,让他们尽快将侵占的田产以及所收的贿赂上交,老夫这就给三日时间,三日后,老夫可就不会再管那么多了,到时候锦衣卫和军队会封锁南边的各大城镇,一城一城的清理过去,先杀人后再推广陛下的土改政策,相信我,这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,望各位王爷能够想明白。 写文打人 等到朱公销出了府门,便看见朱华葵在门口抖他。 周王,你难道真要将钱财交了不成,我等结为陛下宗旗,只要我们能团结起来,他还敢都杀了不成。 出望,前段时间你不也去警乘几百了贤都,就那捞外锅子鼠上吊死了多少认,你又不使没翘剑,在这,炼锅坏后的父亲他都干六访重军。 我等逼哪锅长又能豪赏多少,他是阎王一脉的串刃,孤子里有多亨逆竿取都吗? 本王不信,阎王那是迫不得已,必须要造反,朱占基就因为杀鼠这次到现在都喜不白,他朱有俭想当千古异地,这名声还能不要了。 周王,我觉得我们还是得联合起来,不能让这小子如此猖獗,拿我们的钱去成就他的事业。 随着在苏州不断地深入调查,一桩桩命案像是不要钱一般疯狂浮现,冯茵看着手里已经整理好的卷宗,脸色已然阴沉到了极致。 好一个儒家,好一个地主相身,官官相护,名怨四起,这些人简直就是在挖大名的根基,当真是祸国殃民,死不足惜。 腐如害国本就该死,要不然咱家以前为何会如此对待这些朝廷洞梁,都是些猪狗不如的混账。 腐如和宦官都该死,说得好像你手上很干净一样,那孙之谢不就是你的人,当真是灵池都不够。 咱家只是一太监,受天启爷信任这才把控了朝廷,当时的情况若非咱家守黑,怕是也撑不到崇真爷上位了。 你可以说咱家贪,说咱家不择手段,这些咱家都认,但有一点,咱家心里只有黄爷没有其他,对咱家来说,只要所作之事与黄爷有利那就是对的。 你倒是忠心,罢了,今日不讨论这个,现在苏州城已经调查得差不多了,老夫准备即刻动手,你这边可有问题。 冯大人下命令就是,东厂这次来只干活不开枪,你说杀谁就杀谁。 你压得说得好听,若是本官下令放了孙之戏,你怕是能当场砍老夫两刀,那就干活吧。 这卷宗上共涉及42家地主乡身,126名府门官员,按照陛下之前所说,那就先将这些人的三族尽数捉拿,并将其家产全部查封,老夫会即刻上奏折,请陛下批红裁决。